明天不是一個很典型女性處理者 因為如果她說 當然Feminist看你要怎麼講 她是哪一代的 不過我覺得她跟接近是一個非常queer 她沒有辦法被定義 那為什麼說她非常故意呢 就是因為她整個的作風 包括婚姻還有說所謂不倫 還有她的整個情侶的表現 看起來其實都是很顛覆異性戀 整個主流的那個性格框架 所以我覺得以這個角度來說 她比較像是酷兒 就是比較是婉禁的性格研究在談的 而不是就是女性主義 因為女性主義比較強調要平等 可是形式上的平等啊 顛覆在男性操作底下的女性形象 這個顯然不是 同在這樣一個表演工作者 她認為可以讓她自由的那個養分 所以我覺得她其實是一個真正的酷兒 所以如果以後有興趣的話 應該還可以再多多就是談論她的作品 那我其實比較很興趣的是 她的內心的一些就是轉變 那這部分就不知道是不是有機會可以聽到 對就她其實描述寫的原來很少聽到 那樣的文字裡面是呈現她自己的 對 不過這個部分 反正之後妙分又多了一個可以研究的對象 今天來聽的好處就這樣 你們就可以交流一下 就是她的 就是她的 我看她的 嗯 有一些研究 是說她的這些 不管是 嗯 小說 或者是隨筆 基本上是所謂的 有點算是自撰性 她呢會是用自撰性來說 這個作品 她的文字 或她的小說是自撰性 就是 就是取材於她個人故事 不管是童年經驗 或者是表演經驗 或者是她生活裡的 會員裡面的經驗來寫 可是呢 就是一般評論會這樣子看她啦 那可是其實她 她自己講 她說她 她說你看這些書 你這樣以為我生活就是這樣子 就是她也不承認說 就是我看過柯萊的自己的一個回應 她是說她也不承認說 嗯 我寫的這些就裡面就是我 就是說她有一些像在寫秀場後台之前 有一本叫做女流浪者 是完全是一個小說 她就是寫寫那個 用一個表演一個女藝人 寫這個女藝人的愛情故事 然後那有的人後來的讀者或評論家解釋 那就是克萊特之前啊 在秀場的一些個人經驗寫進去的 那可是她自己的回應是不是 她也沒 嗯 這也不 就是說你們現在看到書裡面的這些角色啊 這些角色的愛情上的挫敗啊 或者是不管是成長 這也不是 這也不做啊 這只是她 我跟你講她是利用她這些生活經驗去 去寫作 然後又又又再轉化 所以其實從她的作品命令來看到克萊 是真的看不到克萊 欸克萊這是怎樣 就是要再配合一些 嗯 嗯 報章 或是這些歷史意識 去去理解她真正 真正這個人 就是說從她 蛤 那她更酷 因為她就是沒有一個 我一定是本質上的 就是 她就是在作品裡面 不管她是 要把她提音再講一下 我就覺得這樣不是 她就是一個更酷異的一個 因為我從現在講到她就是走得非常前輪 就是 因為她不覺得可能 就從你當中 聽起來 這是一個沒有一個本質性的 我就是怎麼樣 我要追尋我自己之類的 而是 在她的作品實踐 互動 人際 這些過程當中 就是 所謂的 所以我覺得 這是一個非常酷的 非常酷的一個 一個作者 然後我也想要 想要說一件事 就是說 或許因為我們一般正常的 所謂正常的生活 包括樹林文化裡頭 也不見得能夠 融得下 這樣子的一種 酷異的分子 所以其實常常在表演空間 是最容易讓自己可以解放的 這會不會是她選擇受場 還有投入這些 這些文化性的表演 然後還有 剛剛說跟東文之間的交流 某種強度就反映她的 一個新的一個過程 基本上她自己是一個很 她自己說 她是說她是一個很喜歡大字 她不可以霸離開大字 自從她到了霸離之後 她會常常想念她的家庭 她兒子的那個 那個 不根地的那些生活 那她自己 她自己有說她很想 她希望成為一個舞蹈家 就是舞者這樣 就是一個希望這樣 那後來她就進入了寫作啊寫報紙專門 那她自己有說到了晚期 她說她自己對電影藝術也很像 可是她 她沒有嘗試寫劇本 想要變成電影 可是她那時候可能就是沒有 可能是電影剛開始吧 或者是她的時代 也有點一個錯過 她自己有說她對於電影 也有 也有嚮往 不過是沒有看過 目前是沒有她的 她是沒有 真的一個電影作品 沒有我們看到 不過她有被完成 這些東西